把你老了 眼眠 長年以來服務身心障礙家庭的 天使星家族基金會 在2022年1月1日舉辦 線上的年度音樂會 創辦人林兆成蕭雅雯 以照顧愛奇兒孩子的親生故事 闡述父母情天使星的主題 同時邀請了台北藝術大學 音樂學院院長蘇顯達 鋼琴王子陳冠宇以及阿令等 音樂人演出 沿途風景無時別 因為我跟雅雯我們 雖然是學音樂有一個很美的夢想 但是在接連結婚完之後 我們就接連生了兩個 一個其重度多重障礙一個重度 多重障礙的女兒 後來因為信仰的關係我們慢慢去 尊重她生命的價值 這場音樂會也道出了在高齡社會 照護資源供補應求的情況下 家長年老後孩子無所託付 也成了手足負擔 因此天使星家族 將在台北市文山區 延伸設立了愛企兒服務機構 為深信障礙家庭做準備 不要等到我們都不能夠去 支持她的時候 媽媽 不得不讓她去住 媽媽 她的衝擊也很大 媽媽 媽媽 我們那時候會怎麼想也不曉得 我覺得當安芝出去 父母有喘息的機會的時候 爸爸跟媽媽才有機會 恢復夫妻之間的關係 你會更多的時間給她 手足 所以一個日拖中心 看起來是正在服務她而已 但是事實上她是在服務一個家庭 或者好多家庭 我更可以講說她是服務這個社會 我們希望能夠踹成一個模特兒 是以後如果我們要見在每個地方的時候 或是跟教會結合或是跟社區結合 可以解決很多地方的問題 愛企兒服務機構 從文山區的家庭出發 預計三年內達到服務60至70位 年齡18歲以上的愛企兒 陪伴家長與手足照顧的最後一里路 顧TV新聞中心台北採訪報導